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另外保二阔边不够吗 现在警校竟然说要增加保安科 而且还砸1.2亿元 埋了中州各大的校地 要来搞巷战的训练场吗 警察就呛瞎了 有钱怎么不补人呢 我们都要一起来讨论 温家来宾第一位是前立委郑立文 大家好 前立委费洪泰 大家好 以及时事评论员郑村琪老师 大家好 春节期间在金门发生翻船事故 两岸已经经过十几次协商 还是没共事 不少人担心台海的冲突会升温 内政委员会的招委高金宿媒 就排案了 要求海巡3月4号 要针对金门撞船案 这个翻船执法过程 以及后续处理 来展开专题的报告 结果在今天我们就看到了 这个大家通通都把报告交了出来 国防部乖乖地照写 金门撞船案 翻船执法过程 及后续处理专题报告 可是陆委会和海巡署好像就不太一样了 海巡怎么说 海巡说是113年2月14日取缔大陆级快艇的事故案 那么陆委会就更聪明了吗 直接说是立法院第十一届第一会期 内政委员会的第二次专题报告 就不知道你排给我的题目来写 是要怎么样呢 管兵就被质疑说 是不是要擅自更改整个专案报告的名称呢 两个名字有共同点 那是什么呢 就是完全看不到撞船这两个字 好 3月1号的时候 管兵灵怎么说呢 她说哎呀 我为什么要善改名称是有原因的 这个名称是隐含了协商过程当中 对陆方的主张做名词上的善意 所以我把撞船两个字拿掉 代表我对你很有善意 这个你逻辑能够听得懂吗 我是不太了解了 好 3月4号今天管兵灵说 如果写撞船的话会被认为都是我方恶意撞船 我愿意接受这个叫做善改名称的指责 可是海巡的立场是必须要被捍卫的 我一肩扛起到现在 我不是一个弃居薄帅的人 海巡署的副署长当然也要出来力挺大老板了 他说船底碰撞或是碰触是在所难免的 可是和撞船是有主被动以及强度的不同的 为了捍卫执法正当性调整了报告的名称 这2月22号虽然说我们海巡 自己开记者会的正式名称都写错了 当时记者会的名称 直播人员物质叫做大陆渔船碰撞案的记者会 可是不对 我现在要证明 我们的正式名称是海巡金门0214的专案记者会 自己都用了碰撞 但是现在通通都不准用了 好 但很传出了一个很诡异的事情 那就是内政委员会的招伟高金素梅 后来他竟然接到了管碧玲的line简讯 好 管碧玲怎么跟高金素梅说呢 他说我们这个专案的题目对招伟失礼了 愿接受指责上其量查 既然你都这么客气有礼貌 高金素梅当然也回答 他说好 接受上其量查 但接下来管碧玲讲了一个很奇妙的事情 他告诉高金素梅说 海巡原住民同仁所占的比例也不低 尤其是在暗巡队的部分 我有特别要求要注意 要在升迁上面给他们多多的提拔 拔着 高金素梅说 你说这什么意思 难道是要拿原住民的升迁来威胁我吗 他就问了 管主委你究竟想要做什么呢 好 赖事保委员怎么分析 他说按照立法院的惯例 政务官如果真的对这个题目有意见 可以事先和赵维讨论 或者是那你提的书面报告当中 你就帮自己来做辩解说明吧 但管碧玲是直接就自行更改了名称 这叫做藐视国会 而且他是不是在为可能要去参选高雄市长 来累积筹码吗 所以赖事保委员就说 这是令人不耻的行为 好 前立委郭正亮则说 你让大家陷入了困局 你把金门的百姓当成是什么 把渔民当成是什么呢 又把三千驻军当成是什么呢 但他说他认为民进党就是不在乎 好啦 所以碰撞这两个字 你海巡自己开记者会的时候 都拿出来使用过不是吗 结果像管辉林说 如果这个报告里面有写撞传两个字的话 那就会被认为从头到尾 我们都是恶意的来撞传了 可是国防部的报告不是就是照样写着金门撞传案吗 按照管辉林的逻辑来看 那国防部不得了咯 你在打击海巡的执法士气跟正当性吗 那管辉林怎么不要求国防部不准写撞传这两个字呢 海巡署现在出了大包 管辉林好像还是用这么高的姿态来面对民意的监督 这背后到底是有人在撑腰吗 还是怎么样 为什么能够这么高姿态呢 立文怎么看 这个管辉林我就说他真的非常严重的失职 然后其实是非常不适任的 这样子的一个政治酬庸 其实是把他冰起来 把他放在一个非常冷的衙门 叫做海委会的主委 然后而且又在大选之后 新的内阁上路之前的这一段空窗期 照理讲也不过就是看守一下 结果没有想到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之后 管辉林的处理一再失当 使得一个事情非常严重的恶意螺旋被不断的扩大 那么现在呢 遇到立法院要开议了 不可能不把他叫来问嘛 一定要把他叫来问 否则的话立法委员这个委员会就有严重的失职 所以呢 对于这个管辉林来讲 你看他的处理 你就知道 他到现在在对碰撞撞传这件事情 还如此的纠结 所以你就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嘛 因为我们的检调 金门的检调去调查之后 就发现说的确是因为碰撞撞船 所以船才翻的嘛 那你到今天连事实真相 大家都已经知道了 至于是怎么撞的 谁要负几分的责任 这当然还有待司法跟双方的这样子的一个 真相的一个厘清啦 但是的确船是碰撞了以后翻船的嘛 那船上面也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撞的凹陷嘛 所以这个就是 你就不用再坐啊 那如果你连这个 你都要这样的去纠结 然后一直要坐 就难怪嘛 难怪人家会怀疑说 你是真的没有露营带 他还是有露营带你吃案了 把他压下来了 那管碧琳到今天的态度 让我们觉得就是 不愿意坦然面对真相 不愿意光明正大 摊在阳光下 阳光就是最好的政策 你不需要 好像说 要跟对方来个什么样的 司法跟政治上的攻防 所以资出必较 然后呢每一件事情呢 都要好像我们这边呢 都要占尽所有的便宜才对 那你忘记了一件事情 就是说 就算对方一开始是三无船 本来是对方理亏嘛 那我们就驱离 好你说我们的规定 只要是三无船 就一定要上船搜索 都一定要扣船 也可以 那为什么会发生 翻船死亡的意外 过去三无船 也曾经出现过很多次啊 所以这就是大家 想要厘清的真相嘛 结果你管碧琳 从头到尾 不顾外界还有当事人 以及已经有两名死亡的 这样子的一个 大家的心情 你就是一直从头到尾 就只是想要硬拗 这就是大家最生气 最不能原谅 然后搞得整个海巡署 甚至于整个台湾政府的公信 荡然无存 人家就觉得你是说谎 你一而再 再而三的说谎嘛 那管碧琳今天也是要道歉啊 她能不道歉吗 她还是道歉啊 那结果你还为了这件事情 犯了一个不该犯的错误 为什么 因为管碧琳是老鸟啊 她在内政委员会 她以前是横着走了 因为她是资深委员 所以呢 她就每次摆出一副姿态 就是内政委员会都要听她的 内政委员会的内规啊 什么什么 都是她在主持就对了啦 她就一副好像内政委员会的地下霸王一样 好了 现在不当委员去当官了 我就讲 她本来是个冷衙门嘛 你呢 就安安 平安无事度过就好了 现在遇到有事情的时候呢 这个坑被她越挖越大 哪里有人说 还对于赵伟所命的名字 这样资珠必较的呢 而且这么多年过去了 尤其高金素梅是老鸟 高金素梅不会比她资钱 在立法院干过很多年了 看过太多次了 什么样的风浪没见过 所以她不会故意去弄一个 让民进党绝对没办法接受的名称嘛 你去看这个名称 非常非常的中性啊 叫做金门撞传案 她也没有说谁撞谁 那刚刚已经讲了嘛 事实证明这个船是被撞翻的嘛 至于是怎么撞到的 她也没有讲啊 她只有说执法的过程 跟后续处理啊 就希望委员会 让主旗适者来报告 整个的执法过程是怎么回事 那现在处理的状况是什么 这不是天津地义立法委员要监督的吗 而且全国民众也都一直很想知道啊 结果还没有来报告 居然为了这两个名称 还自己擅自改名称 我真的是我的谁 眼睛发白白也没有对过这种 哪里你还可以改立法 你是来立法院耶 你不是在你自己的部会里面开记者会 那所以你自己部会的记者会 都说是撞传了 然后你现在你现在要来指导立法院吗 立法院是小学生做功课还给你改措置吗 开什么玩笑太离谱了吧 所以管碧玲怎么可能还会去传难给高金苏美 就是他知道他自己理亏嘛 你犯了一个不该犯的错误嘛 怎么会有这么 怎么会有这么瞎的呢 所以连管碧玲他都亲自赖招伟高金苏美 因为就发现说 事情大条了 而且在立法院里头 不可能让你开此力的啦 连民进党的党团 我认为啦 柯总招或民进党的党团 也不支持他这么做啦 也希望他这件事情 就是一定是要冷却嘛 你到了立法院之后 你还把它搞更大 你笨嘛 所以我认为民进党也希望开始要冷处理了啦 所以管碧玲才 低声下气的 赶快去跟高金苏美交换一下就对了 然后呢 他又要花舌天足 你就看 这个管碧玲多没有把立委放在眼里啊 我如果是高金苏美 我已经气翻了 你把我们原住民当什么啊 没有大是大非的吗 所以你把所谓的工作机会 拔拙的机会 然后就要叫我们原住民的委员闭嘴吗 那你真的是非常打同心里 瞧不起原住民的委员耶 那这件事情 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你是在威胁高金苏美 还是想要贿赂高金苏美呢 那你就知道他的做事方式 刑事风格 从来没有开大门走大路 什么正大光明的 都是这种小巷里面黑黑暗暗 然后表面上讲的光 冠冕弹簧 私底下都干这种勾当做这种事情 那被高金苏美给公布出来了 那你看看 然后今天在立法院 但我认为啦 我看高金苏美 我看这个管辟林的态度 我认为他也是想要 赶快把它冷却 把这件事情要想办法 把它收拾善后了啦 因为我听这个陈玉珍的讲法 事实上两边的协调 虽然十几次还没有最后的结论 但是已经有聚焦到 四大项目里头了嘛 剩下的其实好像 比较是细节啊 名称啊 金额的数字啊 类似像道歉的方法啊 道歉的细节啊 技术上面怎么样的处理 你最后你还是必须 你一定会赔钱的啦 只是说我们班 我们这边就说 可不可以不要叫赔钱啊 我们可不可以叫抚恤啦 反正一定会付一笔钱 给大陆的渔民的啦 大概是150万人民币左右啦 然后一定会道歉的啦 至于是谁道歉 跟谁道歉 用什么形式道歉 道歉的内容是什么 现在就剩下这些细节了嘛 所以管辟林今天在立法院 真的是跟这个邱泰山 又再一次 丢人眩眼 我只能这么说 立法院的专案报告题目上 撞传两个字竟然被消失 管辟林和海巡署 讲得很义愤填膺 说这一切都是为了 捍卫我们的执法正当性 但是先前海巡署 自己拿了碰撞案 来说明他们的记者会啊 更不说之前海巡署 自己也曾经派人出来说 大陆船只是自撞翻覆的 也承认船上有所谓的撞痕 网友就说了 如果自撞不是船发生了碰撞 难不成是撞到头吗 而且啊 这个船体上面的撞痕 不是碰撞来的 难道是被鲨鱼咬的吗 这起翻船事件 不只关系到两岸的平衡 也事关整个金马军民百姓的安危 结果我们政府怎么好像看起来注意力没有放在怎么寻求解套上 而是在玩文字游戏吗 难道是眼睛摸起来就可以假装一切都没有发生过吗 这个人怎么看 我想台湾两千三百五十万人没有人不要捍卫我们海巡署的我们的主权 我没有人不捍卫我们海巡署的执法的正当性 这个是无庸置疑的 问题是刚才两位都在讲 我在立法院19年 我没有看过哪一个招委排的专案报告的题目被人改的 这个是一个笑话 立法院针对这个事情 我也觉得包括院长几个党团的总招 你们都要有态度 都要有立场 立法院不可能是你海巡署或者是海委会的 这个什么科或者是什么处 我们立法院是代表人民在监督政府 我想刚才两位都提到 这个船是翻的 这个船我们检察官员有证明 它是有被撞击的 问题是出在一开始 我们的海巡的开机者会长说 在追逐的时候 那个船着陕又翻覆的 一开始我觉得就没有讲实话 后来我们也证明了 刚才是翻了 是有被撞击了 那又回到 这个又回到这个叫他们有海岸巡防机关海域 海域执行作业规范里面的第九条 讲得非常清清楚楚 叫录音录影或其他收证的方式 以保全相关的市政 后来现在又去扯 只有一个V8 就算只有一个V8好了 你总有声音吧 你照不到你总有声音吧 为什么不把那个声音 只有前30秒 后面就没有录音录影 我是觉得了 没有把真相 没有把没有讲实话 没有把真相公布 没有讲实话 因为你没有讲实话 当然当大陆两个生还的这个渔民 回到了大陆 他就把事情讲出来 这时候我们的海巡署 你又没有办法这个讲实话 又公布事实的真相 所以才有今天这样子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第一个 事实真相到底是什么 这个我们海巡署 必须得非常清楚地做交代 交代以后 我们才知道 我们绝不偏袒任何一个人 但是我们当然支持我们的执法 但是执法 如果你是疏忽或者是意外 你总要承认吧 承认以后 接下来看我们要如何处理 所以今天在内政委员会 立法院内政委员会 我觉得是荒谬 荒谬去 立法院各个党团 应该要有一个态度 立法院本身也应该要出来说清楚 怎么可以有像 这个管主委可以做这样子的事 讲这样子的话 他对原住民的选出来的立委 这叫做威胁 立法院可以被人像是威胁吗 我相信即使民进党的党团 他们也不希望看到这样子的事情 否则有一天 如果国民党执政 或哪一个党来执政的时候 你的立委也可以被 行政院相关的部位拿来威胁 这个是失去了 监督以制衡的基本的原则 我是觉得民进党你应该要表态 海巡署擅自把这专案报告的名字给改了 把撞传两个字拿掉改成取缔案 引发了在野党的强烈不满 管碧林原本还传了讯息 去向高金素媒来致歉 说上旗亮查 结果原本高金素媒也接受了 没有想到管碧林突然一下又说 海巡这个同仁当中原住民的占比不低 我有特别要求注意在申签上要拔着 气得高金素媒就质疑说 难道管碧林是想要用海巡的 原名同仁的申签来交换同意 他善改整个专案报告的名称吗 事后管碧林强调说 高金素媒你已经接受上旗亮查了 那哪有什么交换之说呢 可是如果管碧林没有这个意思 他为什么突然没来由的去提什么 海巡原名同仁的申签呢 这跟翻船事件到底有什么关系 好啦 就算管碧林真的没有什么 利益交换的意思 可是公务人员申签和奖程 不都有一定的规则 还有管道吗 那可以说管碧林要拔着谁 就可以拔着谁的吗 难道在他的心里 就国家的名气 真的可以私相授受吗 有没有请教一下 这个我们介大使 原住民同仁的申签 他到底为什么要提这件事情呢 今天这个立法院发生这个事情 我想只能暂时做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评论 就是说中华民国民主政治的根基素养 盛浅还有待学习 法治的观念还有待加强 因为连负责这个国家重要法治的 不管是行政部门 法律部门最高的这些当局 居然做出这种荒谬的事 我跟你讲这种事情 日本不会发生 所有稍微有点法治理念的一个国家 不可能发生这种事 今天是行政院 行政部门可以替立法部门 决定他咨询的内容吗 这个改题目就是说 你以后要问问题 要我答应 对不对 我不同意你这个问题 你这个问题由我来决定 那你立法部门就是行政部门的 一个橡皮图章吗 对 你是他下属单位吗 这是一个基本原则的问题 居然受执行单位会告诉执行单位 你这个题目出错我帮你改 这个丢的不是谁的脸 我觉得丢的是中华民国的脸 任何人在旁边看 说这个国家的民主 根本幼稚园程度还不够 居然会发生这种事情 发生在行政跟立法的最高部门 是一个非常非常 我认为是台湾的民主发展的 一个耻辱的一天 觉得非常非常耻辱 那当然就是说 这中间什么上起量查 这是我跟你讲 是行政部门小科员在玩的游戏 用这种文字来在里面玩 就可以接受吗 就可以私下就把整个一个国家基本的体制 就是说由行政部门决定立法部门要执询的题目 这我觉得我这个真的是大笑三声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 我觉得我们国家在过去这个几十年 没有进步不要说了 根本就是在退步 退到一种幼稚园程度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可笑 那管碧玲这种做法 就是典型的民进党的DNA下的做法 什么都可以谈 无法无天到底 这些独派基本上 他们有一种自以为 是怎么讲 叫侠天子以令诸侯 他是侠道义以令天主 他认为他们主张台湾独立 是怎么样 是比圣旨 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他们这个对得起台湾人民 对得起台湾独立 就是因为他们怎么样 主张台独 而台独是什么 至高无上的价值 所以打着台独的这个招牌 那他可以为所欲为 对的 杀人放火 他都觉得是对的 他可以为这个理念 杀人放火 去怎么样 去诛杀异己 所以他们是这种心态 可是谁助长他们这种心态呢 我想我们这个社会 有些助长这些人心态 被这些人 把应该有的原理跟道德 踩在脚底下的人 也应该要 要反求诸己 要攻心自问 为什么把主张台独 今天捧到这样子的一个程度 像这种管碧玲 他心里面 他没有是非的 他只有怎么样 我做的事情是对的 我是为了台湾 我最爱台湾 其他人都不爱台湾 那我今天反问一下 有什么怕被人家戴红帽子 有什么怕被人家做来批评的 你今天原住民的立委 说实话 你有最 你是以民进党的 这种理论来说 你是最有能够代表台湾的 你如果说你做出来的结论 你都还没有信心的话 那这个台湾这个社会 已经被民进党这种 所谓的意识形态 价值的霸凌 已经完全迷失了 所以做出一种 幼稚园程度的 国家大政的处理方式 这个是被人家笑死 我真的觉得 我真的 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整个体制 整个社会 严格怎么样 严格的 已经怎么样 被扭曲 已经忘记自己是谁了 其实立法院召开这个专案报告 就是想要了解政府到底要如何 为整个金门翻船的意外解套 这题目看起来也没什么特别的意识形态 但是管碧玲就很坚持 非要拿掉撞船这两个字 甚至是硬要上纲道说 这个是金门海域的管辖权等等的 这样一个高度去 那么管碧玲他不是一个普通的官员 他是曾经连任五届的资深立法委员 他真的不知道 没有这个和排案召委沟通之下 直接擅自更改了这样的一个专题报告的名称 只会造成朝野对立吗 这样难道不是藐视国会吗 现在金门翻船事件持续的延烧 正常的官员都希望事件赶快落幕嘛 那么怎么会自己好像呢 陷入了一个内外交迫的情境当中呢 他为什么非得要在立法院再开一个战场呢 难道就像赖世宝说的 赖世宝就说了 管碧玲最近这些动作难道是为了 为了还想要选高雄市长吗 已经开始在累积政治筹码了吗 陈琦老师 你刚刚都提到这个东西非常不正常 那从最新刚刚发生的那个 他拿海巡署里面这些原住民同仁的升迁 来威胁利诱高金宿美 这是荒唐到的底点 那不要讲他前面反反复复 到处都被人家打脸 他跟高金的这个互动 反映他多么的胆大妄为 他真的完全没有把对方看在眼里 那就表示这个人 公斤那样 我一开始就讲说 那是非常的坏 而且非常的狠 他认为说他可以耍权力 他可以这个资深他可以兜得开 根本没有把高金素没有看在眼里 这就是长期他这个资深立委带来的习性 第二个就是 他如果他们民进党掌权 今天他掌权里面 他就掌握了海维会 权在我手上 有权最大 你们奈我何 这个就是民进党这几年下来 已经完全腐化 要充分腐蚀到 本来就已经很难人 再加上这种外在的腐蚀力量 你说这有什么奇怪了吗 这本来就会这样子发生 但是这个事情严格讲 民进党有他们自己的利益 会纵容他这个事情一直发生吗 我看就有两个 一个是 反正这个事情已经这样子了 也许那个真相真的弄开 不堪文问 那到底真相怎么样呢 就今天都推给司法 等到司法这个出来 可能一两年之后 三月一号 有个法院有个判决 说2020年 有个什么中华 有个什么妇女联合会 大概是统数党的部分区立委 陆配叫何建华了 当时拿了这个劳共的钱 涉入全局 怎么样收买媒体 结果了前几天 2020总统大选到前几天 判决无罪 诸位四年已经过去了 我没有提 大家根本不当一回事情 四年过去了 所以如果今天这一次 交给什么司法道士 到底撞船翻船 说四年之后 三年之后 谁还记得 他就熬过这个 今天司法控制他们手上 他根本不在乎 因为真相不会出来 因为那个真相出来 搞不好更严重 所以硬拗 这种硬拗之后 即使社会形象观感不好 重点是 他现在刚刚政权轮替 他们就是40%不到 我一直讲40% 乘上70%的投票率 30%的群众基础 他后面还有四年可以耍 他们稳得很 在这种情况下 只要对他那些绿的 那些意识形态了 好好的操纵 好好的把他们继续支持 他只要他原来已经当选 这个群众基础 不崩 这些人不会上街反弹 那其他我们这六成 你跳叫叫 这就是果废火车吧 所以他根本也是一样的 有恃无恐 所以我刚刚讲 第一个他个人 第二个长期 就是权力腐蚀 再加上他们现在已经是 大权在握 未来还有四年 可以好好挥洒 他才不在乎 你现在对他怎么样 才开始了 但是这个不全然是他个人 我认为因为陆委会 也是涉入 陆委会的很多风东西 也是荒腔走板配合 那至于说现在有人推测 他们这种完全不合常理的 而且是非常离谱的 而且硬干 除了我刚刚讲那些因素之外 然后就问说 他个人有没有什么动机 这难免会引起人家 这个想法 因为管毕林去跑到这个海军 海委会 当时大家眼睛就快跌破了 因为他一点专业都没有 过去一点相关都没有 怎么会弄到他呢 大家还记得是当时事实上是 蔡英文的论文案 当时闹得风风火火 管毕林 出来公开帮他抖 帮他护卫 这个鞠躬胜伟 说不定就是一个仇庸 所以对于民进党这些人来讲 对他们统治者来讲 你乱搞无所谓 只要你能合乎我的利益 所以今天 管毕林这个存在是个人行为吗 他搞不好是跟上面 取得一定程度的默契 好好的把这个撑住 他的绿的支持者又喜欢 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是可以换到 他下阶段的政治地位 那他现在有两个图 一个图说 听说他以前很喜欢当教育部长 最近就是因为赵天宁挂了 然后陈其脉又已经任其界了 所以眼前看在 也就跟海巡述有关 就是你的高雄市长 关键是 你个人的前途跟出路 可以拿这么一个中东公众事情 可以这样瞎搞吗 乱七八糟到了几点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庶民大头家 过去被民进党定位成 第二海军的海巡署 在金门现在出大包 民进党又要让我们的远景 变成了第二陆军吗 去年传出行政院要扩边保二 甚至还要远景来接受 这个叫做军训 引来质疑说 绿营是不是要来打造第二陆军了吗 现在又传出说 这个景专跟景大 首度要来招收 这个叫做保安警察科系的学生 那么这个首次的招生 要招210个人 那么是不是要来 填补保二的警力吗 那当然听到这个消息 家长非常担心 我们的孩子是去当警察的 你难道要让他去当兵吗 以后要扛刺针飞弹吗 我们的警政署长黄明昭怎么说呢 他说不是只是为了保二啦 各个县市都有保安科嘛 需要熟悉维安跟反恐的人才啊 保安科是人才培育的摇篮 那当然应该要来招收保安警察科咯 讲得很冠冕堂皇 但是以前都没有反恐的维安需求吗 那请问以前都是怎么反恐的呢 那些人是从哪里来的 为什么现在才要来设这个保安警察科 这样解释得通吗 好 现在还有一个大消息说 行政院的第二预备金要花1.27亿元 做什么呢 把这个退场的中州科大校地给买下来 为什么要买呢 因为要来当保二全民防卫的训练基地吗 为什么要买一个 这个叫做学校的校地呢 来当这样的一个叫做防卫训练场地 大家当然就会联想说 因为要来打巷战了吗 校园场地刚好很适合吗 大家来练习巷战吗 好啦 那么警政署现在就统计发现 全国县市警察局的侦查组啊 编制原额应该是五千五百一十六个人 可是因为财政的问题啊 预算原额就只编了四千一百八十四个人了 结果目前竟然连这个预算原额都编不满啊 还差了两百二十七个人而已啊 所以呢 连警察人都不够了 结果呢 有钱搞第二路军 有钱去砸钱买土地 结果没有钱来补人力吗 好 有这个六都刑事侦查队长不具名的 他也跳出来抱怨了 他说补足预算原额 人力还是远远不足啊 因为预算原额才四千多 可是我们需要五千多个人啊 结果我们还要来调派其他单位的远警 支援我们搞刑事侦查耶 刑警不足的黑数应该是更高的 可能是编制的一倍以上 结果政府该扩编的不扩编 结果却要让警察来上战场吗 这这个逻辑真的是通顺的吗 难道以前台湾都没有反恐跟违安的需求吗 还是我们现在面对恐怖分子 急不敢突然一下上升了吗 不然为什么以前的警校不用开保安科 现在急着要来招生了呢 一旦发生战事 这些保安科毕业的远警 真的有办法像这个家长担心的一样 你是不是要他们去当兵啊 是不是要扛刺针飞弹啊 难道到时候可以拒绝的吗 立文怎么看 今天讲了我真的是 我觉得这个题目 因为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了 坦白讲可以讲得比较深刻一点 我觉得这是反映出美国的一种很矛盾的心理 今天呢我们为什么会有很多荒谬的 或者是让老百姓都觉得很难接受的政策 包括兵役的延长 然后为了要延长这一年兵役 还去影响大学四年教育 你也可以改三年啊 又可以怎么样又怎么样乱来通 然后呢为了全民皆兵 都有保卫台湾的决心 所以呢现在呢本来呢 警察呢也要来搞军训 然后呢本来动到我们的学生的脑子 动到我们学生头上 然后呢被大家反弹之后 就说不敢动学生 现在动到教职员头上 那这背后其实 这不是民进党要做的 因为民进党也知道 做这些事情他会得罪选票 所以你看选前他都不敢承认 选后呢就要开始来做 那就兑现对美国的承诺嘛 所以其实很清楚的 大家都知道背后就是美国的要求 所以我为什么要说 这是反映出美国的一种 很深层的矛盾的心态 当时马英九执政的时候 还有马英九当党主席的时候 我就有因为有近深的观察 我就有很深刻的感触 就是这样子 我说为什么美国矛盾的心态呢 就是说我们是第一岛链 非常关键的位子台湾 那过去在冷战时期 汉贼不两立的那样的一个年代 不管当时的老蒋跟小蒋 吃了美国多少的亏 都一定跟美国站在一起 坚实的反共阵营嘛 那大家现在去看老蒋小蒋的日记 就知道啦 当年也是痛恨美国人 但没办法 所以呢 这个美国不担心 但是现在冷战结束了以后 中国大陆 他的这个经济快速的起飞 以前尤其又加上文化大革命 那中国大陆这么恐怖 老共这么恐怖 对全台湾人来讲 那个反共是完全是滴水不漏的 可是现在不一样啦 大陆不一样啦 那美国矛盾的心理就是什么 他非常非常的担心台湾人没有坚持反共到底 打仗的时候 没有守到最后一滴血就对了啦 不是滴一滴血 是流尽最后一滴血 也要保卫住台湾 为什么我说 我感受很深刻就是 因为不管是日本人或者是美国人 他内心都认为说 因为你们都是中国人 说穿了台湾 大概百分 起码百分之七八十吧 对不对 都是汉人嘛 都是流同一条血的 你们都是中国人 所以美国人是很害怕的 最后真的你们两边的中国人会因为这样子打到 寸途不让吗 打到让整个台湾通通都毁灭了都会坚持到底吗 美国人是很害怕的 当时日本人我就有非常亲身的体验 就是非常担心 两岸和缓了以后 两岸交流了以后 国共和解了以后 那未来 日本 因为日本很怕中国的 先天上就很怕中国 他就很担心 那台湾以后再也不跟日本是站在同一条阵线上 所以他们就是一直不断的做出这种要求 就不符合国情嘛 然后这个也不合理嘛 其实反映的是什么 我跟大家报告 其实反映的就是背后 美国人很深层的矛盾 虽然台湾这些 一直宣称跟美国是同一个民主自由的阵营啊 我们跟老共是不一样的啊 但你们是流的同样的血 你们是中国人 你们看起来就是黄皮肤黑头发 美国人是非常的担心的 那回过头来 我们应该要有什么样的态度呢 反恐 从911之后 我当时在马英九政府里头 我有参加过演习啦 就是以反恐为目标啊 那时候台湾哪里有什么反恐的问题啊 但美国就要求全世界都要跟他一起反恐啊 就是美国人就觉得反恐是最重要的事情 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事情 所以我们所有相关的演习都在反恐 这就是代表了其实是反射美国的需求 但今天真正重要的是在政治上面缓和两岸的局势 而不会最后打仗嘛 换句话说 事实上台湾的利益 台湾的立场 台湾的思维跟美国不可能百分之百一致 这就是美国人心中最大的疑虑 美国人认为非我族类齐心必毅 所以对我们有戒心吗 好了 政府现在大张旗鼓扩边保二 然后呢 在这个警校增设了保安科 行政院动用了第二预备金砸1.27亿 去买一个退场的大学校园 规划作为保二的全民防卫训练场 说穿了 看起来应该就是说 有现成的城镇站的训练基地了吗 现在不管是治安 打炸 想得到的所有的事情 几乎都是丢给警察 我们的刑警啊 我们的侦查组啊 其实呢 连预算原额都编不起 就有这个六都的警察局的侦查队长就说了 现在办案都还要调其他单位 难道是请交通警察来支援吗 所以政府该扩边的人力不扩边 结果呢 砸一堆钱去买地啦 然后要警察来上战场吗 为什么要营造这种战争紧张的氛围呢 费委员 刚才立文说 这个真是美国 我真的非常同意这样的看法 我们的宝尔现在是不是扮演这个第二陆军 这个答案是非常肯定是的 从川普到拜登啊 美中对抗争取世界的老大 当然大陆是一直老二 老大打老二 这自古的历史上都是如此 所以有人说不要去做老二 做老三就好了 我们看啊 在我们的派出所当时在谈要装赤证飞的 这是谁要求的 美国要求的 我们的毕业研厂刚才立文讲 说谁要求的 美国要求的 这个还有大家印象很深刻吧 美国那个退休人家说 台湾应该要买一百万支AK-47步枪 各位有没有这个印象 有吗 对不对 枪跟赤证飞呢 平常摆哪里 摆在派出所 你不就是把警察当成第二陆军吗 我们再想想看了 美中对抗 几年前 这个我们的台积电被迫到阿里扎那去 之后 这个台积电为了要在全球布局 在日本在雄本 日本雄本 人家都晚两年 人家都已经开始生产了 所以台湾一直被美国牵着鼻子走 我是觉得 大家中美 我们支持美国 美国也希望 我们也希望美国支持我们 但是并不能变成美国的棋子跟中国对抗 这对我们是不利的 同时你要牺牲掉我们的治安 刑警的原额严重不足 难道不会影响到我们的治安吗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诈骗 偶尔还会有抢劫 抢劫案 为什么还会有很多次 这个重大治安事件 那就是你把警察的勤务 移去去做别的 我是觉得 我们不能变成美国的棋子 让警察变成第二陆军 牺牲掉我们的治安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金门的翻船事故 让两岸的情势升高 那么行政院现在现在大搞 这个保二的扩边 还传出说 这个国军的精准飞弹 射击训练政策有重大的改变 高层指示国军从今年起 三军的精准弹药不再省着用 大家现在可以看到 大陆的海警船都已经 前进到我们的金门的 进限制水域了 结果民进党政府 不好好解决争议 宁可要来提前备战 不要省着用弹药了吗 大使怎么看 对 其实现在民进党政府 在内部的所谓的备战的作为里面 这个我认为民进党内部没有这种人才 会去做这种根本性的改革 就是说比如说你的兵役制度 后辈的这个制度 到你的这个保安 到这个民间的这种 所谓的这种 这种战争的意思 民进党里面没这个人才 整个的这个计划 基本上是美国人给民进党 去照表去操课的 是一步一步来的 你要知道美国这个国家 他不但能够治理自己的国家 他强在能够治理别人的国家 他对别人国家内部的事情了解 比你自己有时候还清楚 这就是美国 所以这一些从你这一些一步 从你开始蔡英文接受去 改你的兵役制度 去改你的这个后备制度 到最后成立保房 最后成立一系列的 这都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 只是在这个过程中 你要知道 这都是违反民进党的 短期的政治利益的 他会失去选票的 所以他如果没有一些压力的话 他也不会去做的 他也是拖拖拉拉的 可是蔡英文拖到最后 快下台的时候 这一个一个他都做了 那这里面他个人的因素 有关系 我认为 可是呢 民进党的独派的这些 策略的这些谋士 事实上他们也思考过 思考的结果就是说 这个做法 对我的伤害也不大 伤害也不大 那现在为什么要把两岸关系 搞得像这么僵呢 往这方面走呢 刚刚春其兄提的很清楚 民进党很清楚 他的民意基础 已经只剩下28%了 4728嘛 对不对 也就是72的人没有支持他 那这一次是民进党在历届选举里面 最清楚的用台独的基本教育派 这个政治主张拿出来选举的 而且是两岸统独的 一个一个一个 其他你请问一下 赖清德他有什么证件 你还记得吗 只有中国大陆不断的戒选 中国大陆不断影响台湾 就影响台湾的独立的现实的 事实的独立 就只有这个证件 那最后只有28% 他如果还要继续在台湾这个地方 称王称霸的话 他必须要把两岸的敌对 两岸的怎么样 仇恨要重新散起来 如果没有仇恨 没有敌对意识 没有这种对抗的话 台独的土壤对不起 已经流失了 他还重新找回土壤 那这些部分一方要靠美国 美国开的菜单 他就照做 所以这个保房 这个保二 我跟你讲后面还有呢 美国要你台湾跟大陆产区 要长期的这种对抗 需要的是什么 需要物质上的一部分的布局 这个布局 我认为民进党没有这个本领 看出来这些问题 这也不符合民进党短期利益 这都是美国开的菜单 他一个一个在执行 那可是对民进党本身 自己的利益的话 他需要怎么样 重新找回台独的土壤 台独的土壤是什么 过去台独的土壤是大陆自己乱搞 搞什么三反五反 搞得这个民穷财经 大陆现在没有了 所以现在台独的土壤 就是两岸之间 从根本从民间之间的敌意对抗 然后什么 仇视 这要靠什么 靠金门事件把它扩大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帮我们按个赞哦 桃园机场难跑道 进行年度税修 只能仰赖北跑道 结果机场大乱 出境民众等四个小时 上不了飞机 飞机空中绕圈 没办法降落 还有的飞机排队等起飞 燃料就已经用光了 王国才坦言冲击 比想象来的大 因此为了解决塞机情况 王国才说要请各国班机 尽量不要这么早来桃园 而且税修要提早十六个小时 今晚十二点就完成维修 问题是飞安可是关乎人命啊 可以看情况不对 税修就提早结束吗 这有没有拿百姓的性命开玩笑啊 这税修明明是例行公事 怎么会搞到整个空中交通大乱 还怪外国飞机太早飞来吗 专家老师 国际机场 桃园机场是门面的 也不是说一般小机场 不会被重视 你当然要把很多的精英跟资源 都放在那里 不是我们要苛责 你说这件事情 它是税修 它是例行的 你说你今天第一次发生 从来没有碰过 手忙脚乱 你难免嘛 更何况这种两个跑道 一个跑道要修 只剩一个跑道要用 很多其他的机场 也都有这种经验嘛 更何况我刚才已经讲过 桃园机场你不是第一次 你经验丰富 我按照他们讲说他们一月就找这些相关航空公司来开会 二月二十一号就宣布 然后昨天是超乎预期 那不是没有讲出个所以然出来 你这种态度下次会不会再发生 你就没有办法判断 为什么 你既然都有规划 那为什么超乎预期呢 到底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 你要好好地检讨嘛 更重要是这个地方是容不得的 他又不是个小书 看昨天那个情况之下 天上地下全部塞车 你地下塞车 很多要去接机的 或者要回去的 时间被耽误 交通被阻断 你这也就罢了 你求长无门 重点是天上也塞了 我看到那个报道说 还有些这个油头快耗光了 飞机在上面盘旋盘旋就下不来 因为下面塞车 那还跑到宋山机场去降落 有些还跑到高雄去降落 这是很荒唐的 这个是有危险性的 怎么会让这种事情发生呢 那这个传出去能看吗 不只是昨天这个有关管理 有关安排 有关这个计划 出了这么大的问题 硬变又不行 你到底怎么回事呢 这个软体的部分不行之外 硬体部分也是很糟嘛 我们这个桃园机场 好像2016年就开始规划 2017年启动 我看到一个最近报道 2026年就可以完工 就可以完工 10年过去了 你盖好多落后 你今天到外面看看别人怎么发展 你硬体的部分也是一塌糊涂 你整个这样的管理 我再讲一遍 这个地方是门面 当然要集中 最好的精英 而且最好的 赶快把它弄好 你竟然搞得一塌糊涂 而且是到了离谱的地步 你说偶尔难免出点错 像这种再讲一遍 不应该出错的 经验丰富的 有过规划的 你到底是今天怎么回事 难道整个螺丝都松掉了吗 难道原来那个 比如说一些资深的 青黄不接 整个那个系统都垮了吗 所以我是觉得说 这个事情 桃园机场这个事情 是不是冰山的一角 你整个民进党 你从交通部 王国财都在干啥事 你看这个王国财 当着交通部长这么久 有让我们简直耳目一心 眼睛一亮 在真的做出一些事情来 天天就在出各种事情 可是问题这个庸才 他真是个国家的栋梁国财 跟他名字是取得好 可以在那边 这个四位素材 然后都不会出事 你看像这个今天 桃园这个都会传出去的笑话 人家上面 你想想看 那些驾驶员屁屁抓 你看 有没有 这老天啊 歪掉 这老天啊 这老天啊 这老天啊